猫眼罗这个东西平时挺温柔的 慢走走的 但是它是一个食肉动物 谁要它能盘得了的东西 它都盘 这么大个竹节城够一个礼拜伙食了 眼睛也挺溜的 肉捏起来软绵绵的 如果你也是第一次看见猫眼罗吃肉的话 请给一个双鸡 假关注 弟弟兄弟姐妹们 如果说给我扔在这个荒海 生活个三五个月 不给我吃的喝的 我估计也是饿不死 因为这海边随处可见拉起一根绳子 上面都是有食物的 双鸡是每个作品的灵魂 咱家老铁竟然进来 能不能给我这个作品 留下一个双鸡 关注我看我直播 今天在海边发现一只超大的变异的皮皮虾 咱今天又三十年单身狗刨式的手足 把它刨出来 只要皮包虾 长得虽然丑陋 但是味道特别好吃 特别美味 有老铁没吃过 没见过翻炉就给你双鸡了 有老铁还给你加了一个小小关注 因为他喜欢大海 喜欢抓海线 记得双鸡关注 看我带你干个玩 宝宝们 这来到海边赶海的时候 如果发现眼的话 就尽量去挖一下 因为它里边会有收获的 这个东西叫猫眼螺 它的水分特别的多 也特别好吃 现在小哥哥小姐姐 如果你也喜欢大海的话 记得关注我 不要双鸡了 天天要也没人给 这是昨天抓到的那条鱼 我问了一下赶海的老大爷 他们说这是一条小白蛮鱼 非常的稀少 并且还有一定的灵性 我祝愿双鸡的老铁 看到此白蛮鱼 都能身体健康 好运连连哈